1716集 我知道了,一定是你父亲和洛根先生跟这边的通信部门打过招呼了。 阿卜勒苦笑摇头,这几天呢,其实他一直在试图联系安妮,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。 现在看来,洛根和伍兹一早就把他的手机通讯给控制住了。 可是我知道现在都想不通,他们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谎言骗我,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女儿? 阿卜勒双眼泪流不止,摇着头绝望地说道,他把心都掏给伍兹和洛根了,没想到到头来竟然是这种结局。 刚才安妮已经告诉过你了,萨拉娜服下那颗药丸是我研制出来的。 他们两个人想必已经认出了那颗药丸是忠诚药,所以才对你撒这个谎。 那颗药丸真的是你研制出来的。 阿卜勒睁大了眼睛,神情诧异地望向淋雨。 直到现在他仍旧不敢相信,一直被他鄙视的淋雨和中医竟然能够研制出如此有效的药物。 安妮含泪冲阿卜勒说道,阿卜勒先生,直到此刻,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? 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事实,是何先生研制出来的这颗药,你是何先生让我提前把药寄过来的。 阿卜勒的身子微微晃了晃,呆呆地望着淋雨,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何反应。 他只感觉到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,眼前阵阵泛化。 他连做梦都想不到,真的是他痛恨至极的何家荣,研制出了这种药物,也正是他鄙夷不屑的中医,挽救了他女儿一命。 过了足足有半晌,阿卜勒的身子弓了弓,望着淋雨眼中,不由陷出了一层泪水。 他小心翼翼地颤声说道, 那,那你能医治后,我女儿吗? 虽然,阿卜勒的内心是非常不像向淋雨和中医服软的,但是现在,为了他女儿的性命,他不得不低头。 受伍兹和安德烈等人的误导,他心中对淋雨仍然存有芥蒂, 仍旧认为淋雨当初不让他给伍兹等人看他女儿的病例,是故意害了他女儿。 所以现在虽然他得知了伍兹和洛根不是什么好东西,但是他同样也不认为淋雨是什么好人。 只不过淋雨发明了可以治疗他女儿的药,所以他只能祈求于淋雨。 换言之,现在的他只是屈服于淋雨的医术而已。 我不知道,淋雨神色微微一顿,轻轻摇摇头,无奈叹口气。 别说现在身体已经虚弱到一种程度的萨拉娜,就是当初到华夏的萨拉娜,淋雨都没有完全的信心能够医治好他。 阿卜勒听到淋雨这话心头咯噔一下,他脸色陡然一变,整个人瞬间慌张了起来。 他眼中的泪水疏然全涌,身子供道更低,语气哀求。 何先生,我知道我以前没少得罪您和忠义,但是我女儿是无辜的,救救你,救救她吧,救救她吧。 显然他以为淋雨之所以会拒绝她,是因为先前她得罪过淋雨和忠义,所以现在淋雨抓住了机会,再刻意报复她。 淋雨轻轻地叹口气。 阿卜勒先生,我说的是实话,我真的没有把握治好您的女儿。 他现在不用见萨拉娜,也不用询问萨拉娜的状况,便能够猜到萨拉娜的情况有多糟糕。 若是情况不糟糕,又何必启用他事先寄来的那颗保命药丸呢? 何先生,何会长! 阿卜勒整个人瞬间激动起来,见淋雨接连拒绝,他以为淋雨是铁了心地不打算来救治他女儿了。 他心中莫得涌起了一股巨大的绝望感,双腿突然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,双手一把抓住淋雨的衣脚,踢泪横流地哀求道。 我求求你了,我求求你了,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,只要你能够原谅我,只要,只要你能够答应我,我,我什么都愿意答应你啊! 老板,老,老板,你这是做什么呀? 阿卜勒身后的司机和保镖健壮,面色大变,他们从未见过他们的老板如此的失态,急忙过去做事要把阿卜勒扶起来,但是被阿卜勒用力地推开。 现在的他早就已经忘记了什么自己是世界石油大亨的身份,忘记了自己尊崇的地位。 他现在就只是一个父亲,一个为自己女儿愿意牺牲一切的父亲,所以他愿意为自己的女儿的性命牺牲掉自己的尊严, 不惜对一个他先前极度厌恶和憎恨的人下跪。 因为此时的他也清除了伍姿和洛根的欺骗,已经是走投无路了。 说着,他突然似乎想到了什么,忙伸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机, 一边翻找着通讯录,一边急声冲淋雨说道。 哦,对了,我这就打电话,给师姐终以协会,捐款十亿美金。 另外,另外,我这就把跟花夏终止的合索项目继续进行, 供应价格将为先前价格的一半。 不不,免费,免费,我免费给花夏免费提供食药。 阿卜勒先生,你先别激动。 林宇一个剑步冲上来,将阿卜勒手中刚要拨出去的电话挂断, 两只眼睛冷冰冰地望着阿卜勒。 作为一个商人,你出尔反尔, 用已经坦诚的合作项目威胁我的祖国对付我, 确实你卑鄙无耻。 阿卜勒看着林宇寒冷入骨的眼神, 身子猛地一颤,眼中的泪水更盛颤声说道。 何,何先生,对不起,对不起,是我的错,我的错。 不过,你是趁人之危的人,我何家荣不适。 所以,你的女儿我能救,便一定会亲尽全力。 不能救,我也会尽力地事上一事。 他已经看出来阿卜勒的内心的担忧, 所以特地跟阿卜勒把话挑明, 让阿卜勒放宽心,只要有一线希望, 他何家荣必将赴汤蹈火再所不辞。 他不是为了阿卜勒, 他是为了忠医,为了整个华夏民族。 多谢,多谢何先生。 阿卜勒听到林宇这番话, 长出口气,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, 满脸感激地连连冲林宇道谢。 至于其他的事情嘛, 等我医治完萨拉娜小姐之后, 我们再细细地算,慢慢地算。 林宇的声音冰冷, 阿卜勒对他和中医的侮辱, 以及种种所作所为, 到最后他都是要找阿卜勒算总账的。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, 是必须医好阿卜勒的女儿。 好,好,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慢意, 我一定让你慢意。 阿卜勒急忙连连点头满口答应。 不过阿卜勒先生, 我事先再给你强调一遍, 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, 我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够医治好你的女儿, 因为我并不知道她的病情, 已经发展到哪一步, 而且我也不知道在这段时间内, 她都接受了哪些药物的治疗。 说到这里, 林宇的心里默地感觉一痛, 惋惜不已。 如果当初阿卜勒肯听她的劝告, 留在华夏, 让她来救治萨拉娜, 那情况又怎么会恶化到如今这种地步呢?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,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